当地时间4月9号下午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布鲁塞尔,欧洲理事会总部,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,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,共同主持第21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。 双方积极评价中欧关系在各领域取得的进展,一致认为,中国和欧盟在深化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,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,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方面拥有共同立场,在完善全球治理,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目标。 作为世界两大稳定力量和两大主要经济体,中国和欧盟进行战略沟通与合作非常重要。 中欧双方应牢牢把握合作的主流,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,推动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,这符合双方根本和长远利益,对世界也将产生重要积极影响。 双方重申,致力于深化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,将推进制定2020年后新的合作议程。 双方承诺,相互给予更加广泛、更加便利、非歧视的市场准入,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2019年取得结束谈判所需的决定性进展,2020年达成高水平的协定。 双方一致同意,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、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,前不久,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欧洲三国,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。 中国一贯坚定致力于同欧盟深化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开放的中欧为彼此创造机遇,合作的中欧为世界带来繁荣。 图斯克和荣克表示,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,欧方愿加强对华关系与合作。 欧方高度赞赏双方此次会晤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,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,这是双方互利共赢的共同成果,对外展示中欧关系又取得新的积极进展。 欧方愿同中方一道,落实好会晤共识,推动欧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。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。 会晤后,李克强与图斯克、荣克共同见证中欧在竞争能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。 王毅和立峰出席上述活动。 正好。 请粉丝。 王毅和立峰出席上采 kaz知道盲 celeρι traction。